圣诞大战输给尤哈登带领的篮网后 胡人迎来了一波五连败 这是目前联盟最长的连败 近期胡人的比赛 看的是让球迷紧咬牙 不断尝试小阵容 宁愿被对手疯狂抢板 也不愿意上霍华德 之前还有借口说是霍华德没能恢复 但现在这情况是妥妥的将霍华德气用 而近期也有传言霍华德 向胡人传达了交易的信息 其实霍华德早该离开 趁现在油箱还有油 找一个原因接纳自己的球队 本场比赛胡人将客场挑战火箭 火箭近期的战况也不好 一波四连败 让他们坐稳了西部倒数第一的位置 火箭现在的问题 就是还没确定好绝对核心 在没办法竞争季后赛名额时 就应该好好锻炼队内年轻球员 特别是榜眼格林 但伍德却不这么想 火箭是想让他打出好的数据 然后换个好价钱 他却把自己当作核心 手截上来 又是詹姆斯率先爆发 外线2G3分稳稳命中 同时中距离也轻松打进 单截砍下13分 詹姆斯近期的状态属实不一般 几乎每场开局都有不错手感 安东尼也同样命中2G 3分外加1G中投 为球队再添8分 但火箭这边多点开花 小波特外线手感火热 用3分回应胡人 伍德也同样命中2G3分 替补出场的布鲁克斯 也继续命中3分 火箭带着1分的优势进入次节 双方比分也是交替领先 蒙克外线命中3分 火箭这边则立马回应 威少进攻端也是侵略性十足 连续冲击内线完成得分 同时外线3分稳稳命中 但都被火箭成功反击 在距离半场结束还剩1分多中时 胡人终于打出强势进攻 詹姆斯威少先后打进 安东尼则立马续上3分 一波7比0将优势锁定在了8分 一边再战 蒙克底角命中3分 布拉德利也毫不手软 继续在底角3分命中 分差也保持在两位数左右 但戈登和小波特连续打进 带领火箭打出进攻波 成功完成反超 但威少最后时刻命中关键3分 又将分差扩大为5分 莫杰 双方比分依旧交替领先 詹姆斯再次爆发 连续冲击内线得手 最终以132比123击败火箭 终结5连败 胡人这场比赛 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将塔克放在替补席 上场21分钟里 四投一中只拿到2分3篮板一助攻 同时出现两次失误和5次犯规 詹姆斯本场再次天神下凡 砍下32分11篮板 11助攻的三双数据 同时贡献一抢断二盖帽 而威少也有24分12篮板 10助攻的三双数据到手 同时蒙克和安东尼得分都在20 可以说胡人全队 几乎都处在最佳状态 如果后续能继续维持 那么连胜只是时间问题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